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 约翰福音第二章 我要分享的经文是第一到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攻读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娶亲的宴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我的主题是 食水变为酒的神迹 看完这一段 我的心好渴慕 我的生命能够有更多 这样食水变成酒的神迹 在我身上 耶稣行了这一段神迹的时候 他的母亲和门徒 也都在这个研习里面 门徒约翰就把他记录下来 母亲在研习里 似乎和新郎新娘有很亲近的关系 所以看到美酒了 他就很关心 也急切地向耶稣提出这个需要 读到这里 我很感动 耶稣的母亲在属灵里面 他明白 耶稣是天父差来的 所以他立即顺服地告诉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结果 耶稣的时候一到 我们就看到神迹 原来是洗手的水 就变成上好的美酒 常常我们来寻求神 祷告神的时候 我们都求主按我的时候成就 如果没有 心里就不相信 就埋怨神 在这里我看见 神做事有他的时候 也看见因着顺服 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 神迹就会在我的生命里面成就了 当我写到这里 神也让我想起来 神曾经行了一个大能的改变 改变我来爱我婆婆的神迹 在我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的婆婆几乎每一年或每两年 就会来美国和我们住上半年九个月的 那时候我还年轻 不懂如何轻松地和婆婆相处 相反的我感到非常的压力 因为那时候婆婆常提说 她不想美国台湾两头跑 我只想要住在这里和大儿子住 我心中很是害怕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我知道要顺服圣经里面的教导 就是要去对付自己老我的感觉 还要去爱 为此我天天清沉起来亲近神 学习十字架的功课 将自己的老我与耶稣同定十字架 求神改变我的生命 我老实地告诉神说 我爱不来 求你改变我 让我可以 很奇妙地经过了一大段的时日 不知不觉地自己就有了平安 也轻松了 再也不会去计较一些敏感的语气 也能够对婆婆说出感恩和赞美的话 最后也告诉她 欢迎她就住到美国和我们在一起 这是一个神迹 这是我没有办法忘记 神坐在我身上的一个很大的神迹 我经历了神是那个大能的神 这让我对上帝有一个新的认识 祂是史无变有 史不好变美好的神 祂实在是那一位专行其事的神 让我们都来经历祂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祂是使我们基督徒 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神迹的神 只是我们常常忘记感恩 数算恩典 求主让我们常常与主对齐 相信 依靠你 把心中很难做到的事都交给你 让你为我们来做转变 也让更多的人来经历你是那位奇妙的神 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下期见